方可邀請進入 而在近期台灣愛多美非常的榮幸 能夠再邀請一位進入我們的領袖俱樂部 就在這次的成功群 就在此刻介紹給所有的愛多美家人來認識 現在就請讓我們用我們熱情的雙手 來歡迎新晉領袖俱樂部成員 金珍喜星光大師上台 同時讓我們邀請 新晉領袖總經理上台 為我們發發象徵純宮跟榮奧的天鵝徽章 讓我們邀請我們的新晉領袖 做我們的身種可以留念 我們再次用這個獎勁祝賀 新晉領袖俱樂部成員 謝謝蔡總 再請我們的新晉領袖劉目 接下來要發表感言 讓我們再次用熱烈掌聲歡迎 新晉領袖俱樂部 新珍喜星光大師 各位愛多美的 和伴們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金珍喜星光大師 然後今天新晉領袖俱樂部的 新的領袖俱樂部成員 來跟大家討好 今天站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這個榮耀這個感恩的心 真的很開心也很興奮 各位剛才聽到我們自動銷售大師 還有鑽石大師 我們這個品檢的部分 應該是在課程當中學了很多 可是領袖俱樂部的這個條件 大家熟嗎 我也本來是不熟的 那過程當中知道了 我現在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經領袖俱樂部的條件 要經領袖俱樂部的條件 會覺得做不到的事情變成挑戰 這裡我要感謝兩位逼我的 我是被逼的 然後我很感謝這兩位逼我的 這兩位 因為是兩年前 在自動鑽石會議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東南亞的很多國家的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都一起來參加 大概兩百多個自動鑽石會議當中 我突然變成台灣代表 分享明年的目標 隔年的目標 那各位知道我是韓國人嗎 可是我很榮幸代表台灣的愛德美 上情分享 可是那時候我能想到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領袖俱樂部 可是心裡覺得我可以嗎 那另外一個聲音怎麼可能 可是還是 我就長出來了 在很多領袖前面 那時候Fan應該也聽過 然後呢 隔年我一邊想 我要怎麼做出這件事 然後過的過的一直擔心 真的過了整年 然後沒有達成我的目標 對 本來這個是一個很難的目標 可是呢 革念的就是去年的 去年的 十二月份 不是 今年一月份 董事長來的時候 我們有中心長跟 自動鑽石會議一起舉辦的時候 剛好我們的桌子上面的 也是我的優秀的夥伴 蘇修賢 玫瑰大師 突然說 今天請西瓜大師 會代表我們的桌子去分享 那時候 我想慘了 怎麼辦 我本來設定的目標 我沒有做到 可是呢 我現在不敢再設定這件事 可是那時候 董事長在 然後讓大家 沒做的意味要上來分享 所以我那時候想 還是要接受 然後我就再分享了 我知道我第一次沒有做到 可是第二次 我想盡辦法試試看 現在這樣長出來了 可是呢 那第二次也是心裡沒有信心 我要怎麼做得到 差那麼多 可是 剛好真的很感謝 我們台灣愛豆美 十二月份 一月份 也是蠻多的活動 蠻多的好感的關係 很多消費者 也是業績也不錯 那我慢慢的開始規劃 其實 這個設定目標後 在中間也是有想過要放棄的 可是 我想到的時候 我如果在中間放棄 到現在支持我的夥伴們 他們會怎麼失望的怎麼辦 那再來 下一個 他們對我的心得會怎麼樣 所以我一直逼著我 自己就是 第三個逼我的是我自己 然後還是最後 是更多的 溝通跟齊心合力 所以其實 我是很感謝我的 我的夥伴們 這個過程當中 也相信我 然後一起齊心合力 有一個目標 一起行動 打成的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感謝 我的夥伴們 也有把我的上線 一直給我鼓勵 還有我今天很想感謝 我們的領袖俱樂部 跟 我們在領袖俱樂部的前輩們 我現在是 猜鳥喔 可是呢 我到現在的這個路程當中 很多跟我無關的 可是呢 無私的在這個成功系統裡面 分享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專業 來讓我們吸收 這個愛多美的 歷程當中的 很重要的營養 就是讓我在衝突 可能想要休息 想要放棄的時候 讓我重新開始 所以我想 接今天的機會 很感謝 每一位在領袖俱樂部 跟 網站領袖俱樂部 跟網站俱樂部的 各位前輩們 真的謝謝大家 還有感謝公司 持續的為了我們 顧客成功 有持續的努力 各位我們的這個成功系統 為了這個場地 也是很多人提早來準備 有時候我來成功系統 聽到的 我早次來成功系統 聽到很多 那時候中文不好 聽不懂 可是我感受到的是 好像很多人在這裡 支持我們 協助我們 這個讓我覺得 我不努力 我的損失很大 因為沒有外面很多公司 為了這麼的付出 為了顧客的成功 那我也很感謝董事長 我一直看到 在韓國的系統 或者是我去歐洲的成功學 也是看到 好像 我還沒有董事長 那麼的認真的感覺 我還是要更加努力 更努力的 要協助我的客人 我的會員 我的夥伴們 那我剛開始呢 透過我的產品的感動 然後 跟周遭的人分享 本來是沒有想要經營的 可是 怎麼會 我的朋友們回來 一直跟我說 這個再幫我訂 這個再 幫我解釋一下 那我 走到的這個 鼓勵就是 這個平台 我希望我的分享 也是給大家的 一個鼓勵跟勇氣 不一定要 很多的 銷售的經驗 或者是人脈 或者是口才 也是 可以在Idleman 做到 零修肌肉部 我希望 我的 今天的 這個 零修肌肉部的部分 可以給 更多 平板的人 可以給一個 鼓勵的部分 那 謝謝 當然 不一定要有能力 可是要有努力 那最重要的 我覺得 是在 系統裡面 成長 最近 有人問我說 我想 雖然都沒成功 我要怎麼做 我想到 就是四個字 你們覺得是什麼 成功學院 成功學院 我相信 在這裡 三年 不缺席 持續的 學習 跟成長 一定可以 變成 在Idleman裡面 可以改變 自己的 未來的 一個 家裡的一個 命運 可以改變的人 那 我出去的時候 可能 2014年 在台中 有一位 紅包們應該看過我 在翻譯 我那時候 中文比現在 差很多 有的人應該聽不懂我的中文 現在是有聽得懂嗎 可以嗎 謝謝 我那時候聽韓國的皇家大師 他們講平凡人也可以在這裡成功 我那時候聽不懂 因為那時候 我自己不認為 我是平凡人 我是外國人 然後很辛苦 在思議當中 成功這個字 是很磨傷的 可是呢 我現在真的很相信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 平凡的意思是 我們 會受影響 在環境裡面 很多部分 那沒有特殊的背景 那需要工作 可是 成功就是可以改變 我們 不是靠勞動 不是我們的 每一天的生活 只是為了生存 只是為了 賺錢 所以我現在認為的成功 就是董事長說的 有均衡的人生 可以有金錢的富有 時間的富有 還有朋友的富有 那雖然我現在 還是在路上 跟大家一樣 在努力當中 也是奔斷當中 可是呢 我相信 我們搭在一起 在心圖裡面 透過七行合力 搭在一起 慢慢的成長 一定是 有一天 大家會得到 自己現在想的 或者是 甚至想不到的未來 可以讓各位 深愛的家人 帶來完全不一樣的未來 那我希望 因為時間到了 我相信大家在這裡 今天在傳播系統的每一位 都是很有福氣 不管你是為了捧場來的 或者是你是真的聽懂了 這個愛多美的系統的厲害 或者是像我一樣 懵懵懂懂來做做 過了兩年三年 才了解了這個平台 多麼的厲害 多麼的很大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在這裡 我們彼此可以鼓勵 不要下車 到 到 最後 可以 拿到的 每一位的這個 夢想天鵝 可以改變 自己 跟家族的未來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請 今天這期情況戰士 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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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台前 因為這次榮耀的時刻 那我們有一起奔跑的 我們新進領袖 一個驚喜 讓我們一起夥伴上台 然後給我們的 新進領袖 一個榮耀 共享時刻 那這個 溫馨的時刻 也請我們一起在台上 留下 美好的 照片 好 那我們看著前面 攝影師 一二三 那我們在這裡 等身祝賀 金珍喜 星光大師 恭喜你 謝謝 千萬千萬別 知道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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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